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日本韩国老百姓的功能 虽然日本韩国都是主权国家 但是人家国土上有美军驻扎 所以日韩天空的主权都不归自己 美军有军事基地 美军飞机要进行战斗演习 所以相当一部分空域是归美国管理 因此经常发生这种事 韩国自己的飞机民航客机要在本土的机场降落 不行 美军正在演习 你盘旋一个点之后再降吧 日本更惨 东京上空很大一块区域是美军管理的 日本飞机飞不进来 所以你必须得绕远多花油费 没办法 谁让美军是老大呢 咱们这么讲吧 相对于航空业的损失 还有更让日韩老百姓糟心的是 就在前两天 日本冲绳发生一个不大不小的刑事案件 有两个蒙着面的人拿着大砍刀 冲到了一个货币兑换点 咱们知道货币兑换点有大量的现金 结果生生被人抢走了价值六万五千美元的钞票 后来人家报警 报警之后一查 这两个犯罪分子不是别人 人家是美军士兵和美军基地的服务人员 是的 堂堂美军竟然能在日本做出抢劫的案件来 好了 这个事情报告之后 日本警察局跟人家美军协调 美军派人把这两个罪犯压到了日本的警察局进行了询问 询问之后呢 证据很清晰啊 当街抢劫数字巨大 按咱中国法律马上羁押 法院开庭 判了几年几十年啊 诶 结果日本警察局进行笔动询问之后呢 把这两个人放了回去 说接下来我们要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啊 我们就不逮捕这两个人了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人家是美国军人 美国军人虽然在你日本本土上犯事了 但是根据日美之间的协议 这个军人是我们美国人自己要管的啊 他犯事了也要得上美国的军事法庭 而不是上你日本的法庭 而且过去十年二十年 这种事还少吗 日本当地老百姓有苦难言啊 咱也不知道美军的这个纪律啊 怎么这么松懈 过去十几年 爆出了上千起抢劫强奸的恶性案件 尤其是强奸 咱也真不知道 美国大兵怎么这么饥渴 在日本每年你要不犯个几十几强奸案 你都对不起美军这个称号 好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 你有罪恶我们惩治你就得了吧 但是没办法啊 这些罪恶轮不到你日本政府来管 只能由美国军事法庭来惩罚自己人 可是人家好歹是自己人啊 自己人犯罪 是不是就得网开一面呢 据相关人士调研啊 美军在日本的各种恶性犯罪 真正能够被施以重罚的不到四分之一 大部分人啊 犯了罪之后 就是撤个职啊 罚个款啊 给你调离日本啊 几乎不会有牢狱之灾 所以大家想吧 就是这样宽容的惩戒措施 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在日本犯罪 这也难怪啊 每一年冲创老百姓都要搞游行 希望把美军基地牵走 您想啊 快五万美军在日本待着 每年造出这么多恶性案件 日本老百姓他怎么忍受得了啊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照理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